好 全國的投資家大家好 蒜頭顧為民喻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呼籲 那我們先看一下目前台股表現 就是說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一樣形成比較開高走高的一個形態 那今天收盤是收到今天那個最高點 那指數已經來到10,226點 收盤一樣形成比較量價的旗揚 今天量有晃到922億的量 那當然我想在這個波段 其實為了說我們每天在節目當中 每天問各位 這個盤已經進入到萬點 那進入到萬點到底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該不該買 你要不要來做個買進 其實真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每天在節目當中 都不斷跟各位做個強調 要不要買 我要講這個叫做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各位你一定要買 你一定要買 那重點是說你到底要買進哪一些個股 甚至你要如何怎麼樣子來買 我想這個反而是各位你在這個階段點 萬點之後的一個行情 你要特別特別去著重的一個課題 買什麼跟這個你到底要如何來做個買進 那尤其我想你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因為今天持續性收盤收到今天最高點來到10226 那變成說這個盤一樣持續性改寫下 最近這17年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當然我想以一些今天一些盤面上的一些 一些指標性的一些個股 包括像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收攢個3塊錢 今天持續性做到一趟創高 持續性做到一趟創高 甚至包括像這個2317的紅海 紅海在今天一樣 這個股價今天最高來到這個106 大概106塊錢 那今天的一個紅海一樣持續性 持續性創下它的一個波段新高 那變成說這些指標性的一些個股 都還在走一個叫持續性的一個創高 這個當下我想 包括國際股市持續性歐股美股 持續性在做一個創高 那外資我想到今天為止 維持一個叫偏多的一個操作 依然不做任何改變 那尤其沃老師我們在上個禮拜 這個節目當中特別我們跟各位去強調到 就是說你在這個波段點就是說 這個前波高點做到它越過了一個後續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上禮拜五這一根往上的一個 跳空的一根K棒 各位你在這個你就一個量來看 就是說最近這段期間量 就是說在5月31號 這個MSCI 它宣佈這個季度調整生效的那一天 是形成比較大量的一個壓回 那這個壓回我想在上個禮拜五 透過這樣子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把這根K棒直接跳上去 那代表一個含意就是說 這個盤依然是一個較強勢的一個多頭盤 尤其在上個禮拜五 已經做到一趟表態的一個動作 那只要這個跳空缺孔 這個跳空缺孔不去做一個回補的一個前提之下 這個盤依然都還會做一個持續性的一個盤高 我想這個我們也連續幾天 都有在節目當中 給各位做到一趟不斷不斷的一個強調 那重點是說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買進這個是無庸置疑 各位我們就建立各位 不要在這一段這個叫萬頂過後的這個行情 你依然你又去缺席 然後變成說又是白白浪費掉這一段的一個行情 就如同我們在上一個波段 上一個波段我們從這個4月20號當時 這個各位你都可以去看 收看一下當時我們在Light at當中 怎麼樣跟各位做分享 當時4月20號我們也很清楚告訴各位 這個又是一個叫做絕佳的一個轉折的好買點 我想從這個點9622點一路飆高到現在 又是一段五六百點的一段行情 那當時9600多點我們也很清楚告訴各位 要往這個萬點來做這樣靠近的一個態勢 那當然的話這個已經全面性 都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那進入到萬點尤其說站穩萬點之後這個行情 我想這個行情各位就請各位 絕對不要去做這樣缺席的一個動作 又是白白去浪費掉這樣的行情 那這一段期間尤其是說我想最近 量能一直都維持不到一個千億的一個量 除了這個5月30日要這一天以外 那量能沒有辦法去做到 讓適度的一個晃大這個前提之下 那代表這個結婚點 你要如何來做買進 我想這個反而是各位 你操作面你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在這個波段其實 我們帶給各位的這個策略很清楚 做多不便 那尤其就是說這個個股的輪動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是快 那輪動很快 在這個結婚點我們帶給各位操作 策略你要如何來做買進 那我們很清楚告訴各位 這個改動我們不帶各位去做到一趟追價的一個態勢 因為這個盤我想在以往這段時間你是怎麼追追GIS追存安追 凡宣你怎麼追都是賺的 那重點我想在進入到這個半點過後這個行情 我們要帶給各位的這個策略 我們是採一個叫做快打部隊 然後我們不追價不追價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做買進 我們就買在這個叫強勢轉折的第一棒 就是說強勢這個強勢多頭個股 你不要用用不要用追價 你就趁它創高之後做一個回測 修正到它的一個重要支撐區 那我們再帶各位買在它的一個起漲的第一根K棒 買在這個強勢轉折的第一棒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各位你一切入切入就是要帶各位馬上賺 那尤其各位就是說我們針對幫各位不必鎖定這個個股 各位就是說你不妨去看一下 我們再從這個6月1號當時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到6月1號 我們這個Light at當中 我們再去說這個階段點我們的快打部隊 我們要帶給各位的這個操作的一個重點 我們不帶各位去做追價 然後我們就說幫各位去鎖定的這些個股 全面性都是買在它的一個叫做回測的一個 第一個轉折買點七張點 那我們就列舉包括像3105的穩帽 穩帽我想從上個禮拜 頂禮拜從6月1號開始這個時間點 一路這樣子我想 短短差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個價差都已經超過 我們要帶給各位這個叫做 周周算10%的一個獲利目標 都用你超過50%的獲利 那變成說我想這個 你就買在這種叫轉折 轉折的強勢轉折的這個第一根K棒 你買了是不是就是馬上賺 馬上賺一段的一個掌聲 一個弧度 我想這個各位你都可以 我們這些個股都是事先跟各位做分享 然後我們事後再來做這麼樣的驗證 那除了像穩帽那另外包括像2439這個美律 美律當時我們一樣在6月1號 當時很清楚告訴各位 不帶各位去做個追價 因為你追這個你很容易又形成 一個叫回撤的一個套壓 那變成說你趁它回撤到這個 上彎的一個季線這個當下 上個禮拜6月1號 我們帶各位來做個買進 買在這個叫起漲強勢轉折的第一棒 那當然的話短短四個交易日 天天創高天天創高 我想短短不到一個禮拜 四個交易日是連四紅 連四紅 那這個價差也都遠遠超過10% 我們要帶各位去說 達正這個叫做做賺10%的一個獲利目標 這是美律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再看一下包括像8011的這個 像台通 台通我想到今天從這個轉折 你買在這個轉折第一棒 後續天天漲天天漲 那你買在這種轉折第一棒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是不是又是帶進各位 一買買進去之後 馬上就可以來做到實現獲利的一個動作 那你要包括像這個6207的這個 像這個雷科的部分 一樣 形成你買在這種轉折第一日開始 到現階段為止 持續性做的創高 創高那今天也是收漲大概0.35元 這個都還在延續它那個掌聲的一個架構 那畢竟我想 所以最近我們在我們就說 我們帶各位來做個實戰操作的這一標的 現階段不是已經超過10%的一個獲利價差 或者說已經逼近到這個10%的一個價差 那我想到明天過後 我們依然趁它做個極拉 那我們這個快打部隊 一樣要帶各位來做 實現獲利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輪動很快 輪動快我們不用想太多 就是一檔標的 我們帶各位10%的一個獲利 一檔10%一檔10% 陸陸續續晃到口袋裡面去 因為畢竟輪動很快 然後我們在針對 即將回撤完成 要展開這個叫起漲地跟K棒的這種標的 我們持續性 再帶各位來買這種強勢的這種轉多個個股 我們是買在這種轉折的這個地跟K棒 那依然我想 都可以持續性創造各個一個很相當豐厚的獲利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 就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有幫各位去聚焦一檔 即將要做個啟動的一檔 一樣胡椒蝦這檔標的 又香又辣的胡椒蝦 我想基本面的一個狀況 我們都已經跟各位做分享 我想以這檔標的一樣 今天又是開低收高 開低收高 他就是一樣強勢多頭個股 拉回找買點 那一樣趁他再做一個過壓守撐 這個當下我想 我們一樣拜各位來買這種奇漲點 那後續針對胡椒蝦 又香又辣的這檔胡椒蝦 我們保守的估計價差至少 至少20塊錢以上的一個價差 相當於你就買一張 就是2萬塊錢獲利 買個10張 就至少20萬以上獲利的一檔標的 那當然的話 我們在今天 就是基於就是說 我們在本來在上個禮拜截止的 這個我們的6456這個專案 那應我們這些 我們的LINE好友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在今天特別在延長一天 特別在延長一天 10個名額 那這個10個名額 到時候額滿 我們就馬上做個截止的一個動作 那各位就把握住 這個前10個名額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 這個6456這個專案 各位就是說 你只要用每個月 只要6456的一個價位 來做個入會的一個專案 一定無論如何 請各位把握住 今天這前10個名額 我們在今天做最後一天的一個推出 好 那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明見 本公司以望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伺服投資風險